渣男友说他是首富的儿子要和我分手 你家太穷了 给我提鞋都不配 我拐了路过的笑爸 这是我老公 比你帅比你有钱 笑爸也积极配合我演戏 拿出了八栋楼的钥匙和一千万的支票 结婚后每个月还有一百万的零花钱 靠 原来他才是首富的儿子 这哪是笑爸 简直是我亲爸呀 爸爸我愿意 正文开始 我们分手吧 你配不上我 对面的男人居高临下 穿着最新的时尚名牌 看不清什么牌子 他挽着笑花的手 笑得春风得意 你也知道了吧 我是首富的儿子 你们家又土又穷 门不当户不对 你给我提鞋都不配 笑花才配得上我 周俊说完 李依然仰了仰嘴角 冲我挑衅的笑 去年笑花大赛你输给了我 今年抢男人你也一样 突然狗血的现场 我居然被甩了 事情还得从半个月前 学校论坛的一张照片说起 有人拍了一张劳斯莱森的照片 发到论坛 说这辆车经常停在学校 后来扒出来车牌号 似乎是首富的车 一旦激起千层浪 八卦群众立马沸腾 纷纷猜测到底富豪的车 为啥会停在我们学校 然后后续就有新的照片 一个戴着口罩的 大帅笔从车上下来 一身高档名牌 重点是宽肩窄腰 身高目测185 有人透露貌似首富的儿子 在我们学校读书 首富之子居然是我同学 而且似乎还是大帅哥 这种鸡血自然让大家十分有热情 就在此时又有一个帖子说 貌似金管学院的 周俊和照片里的男生身形相似 且有一个同款的表 价值百万 且首富姓周和周俊同姓 于是种种证据面前 大家也都默认周俊就是首富之子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幕 校花林依然听到动静 就开始对周俊动了心思 成功偶遇了周俊 加了微信 而那个曾经说 永远爱我的男朋友 不过十天就和林依然在一起了 为了让林依然开心 还特意在操场找了个人多的地方 叫了一圈我的同学和朋友 就只是为了说一句 我配不上他 周围人都在看着我 甚至还看到了好多熟悉的面孔 周俊就是故意的 故意在这里给我难堪 他拿我取乐子 就是为了去讨好他的心患 江星辰之前不是很风光吗 又是亮花又是奖学金的 现在就被甩了 靠 看他这样我好爽 当初我就看他不爽 才把票给林依然的 周俊还不忘继续火上浇油 江星辰 和你谈恋爱不过玩玩罢了 你家那么穷 我们啊不是一个世界的 你就是个 一个篮球打过来 正好砸中了周俊的脑袋 不好意思啊 老子手有点滑 有点礼貌但不多 众人寻生纷纷望过去 只见球场上一个 穿着黑色球衣的少年 耀眼黑眸眉目如画 阳光下唇色烟红 只是漫不经心的笑着 就足以惊艳春天 居然是祭祟 传说中的笑霸 他缓缓走过来 穿过人群 慵懒的仰起嘴角 这个篮球场 被老子买下来训练了 无关人是不要碍眼比较好 他扫着人群的眼里 带着不羁 最后定在周俊身上 尤其是你 现在就滚 周俊明显有些犯处 看着林依然盯着 祭祟出神的样子 他就更要装一下了 我不走 你把我怎么样 我见状 集中生智 立马上前抱住 祭祟胳胳膊摇了摇 笑得一脸讨好 老公你来帮我解围了呀 你看这些人都欺负我 祭祟里都没理周俊 只是看着我 烦躁的拿起手里的打火机 火光忽明忽暗的 让人莫名心跳得很快 喉结起伏 他旁边的小弟 看着我一家惊讶 我靠嫂子牛啊 嫂子威武 几岁皮笑开口 眼里意味不明 不知是生气还是生气 好啊老婆 老公帮你 周俊和林依然脸都绿了 看着祭祟不敢置信 八卦群众也一脸猛逼 周俊看着我眼里带着威胁 还想再说什么 一秒钟以后 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脸色大变 似乎发生了什么麻烦的样子 无奈的带着一群人走了 周俊可能也要风水轮流转 帽子只会迟到 却永远不会缺席 我也失去的装作鸵鸟准备离开 毕竟几岁气场实在太强大了 真不好惹 还没走出几秒 就被一只手直接抓了回来 你别走 我一脸懵的看着他 篮球场上就剩下我们两个 几岁弯下腰 好整以暇的看着我 眼里带着灰暗不明的笑意 老婆怕我 完了 心跳得更快了 这么近距离看他更帅了 睫毛又长又腻 眼睛也好看 皮肤也好好 没 我头低的更低了 继续在我耳边滴滴的笑着 都叫老公了 就和我领证吧 我看你面相和我八字很合 啥 他说啥 领证 什么证 宇宙无敌美少女证的证吗 似乎是见我不信 几岁随身拿个包递给我 看看 我打开一看 更实话了 八栋楼的钥匙 一千万的支票 我本来不想负责的呀 不过他太有钱了 少年漫不经心的笑着 怎么样答应吗 只要你同意都是你的 我 结婚后每个月还有一百万的零花钱 靠 管他目的是啥刀山火海都冲 这要犹豫一秒都是对钱的不尊重 我立马上前抱着他的胳膊 甜甜的笑着 变脸十分迅速 老公 某人愣了下 随即意味深长的笑了笑 待任待会你还能这么主动 继续恶劣的笑让我有点紧张 周围小弟又开始起哄 岁哥 要带嫂子去哪呀 岁哥 是我们能看的吗 周围七嘴八舌的声音 我耳朵都发红 几岁看着我皮体的笑着 低下头靠近我 老婆要不我们 明天就领证怎么样 我缓缓打出几个问号 有生之年没这么离谱过 一天之内被甩 恋爱 结婚都经历一遍吗 等等 我偷偷聊旁边的人 小心脏还是砰砰跳 继续这么帅 据说喜欢他的女生可多了 然不成有啥影集不成 嗨嗨 我肚子有点痛去百度看下病 稍等一下 然后我火速拿出手机 登上学校匿名发帖 话说回来 物理一般的记碎这么帅 为啥一直不谈恋爱啊 是不是那方面有啥问题 发完贴才安心点 怎么样 病看好了吗 某人悠悠地来到我的身后 脸上黑线 我强装镇定干笑 百度看病癌症起步 还是不看了 此时阳光莫过树梢 少年拟起眼睛 看着我神色危险 老婆想知道这个问题 干嘛绕一大圈 去问不相干的陌生人 她低下头凑近我 笑了我心痒痒 明天下午领了证 事实就知道了 包你满意 我嘴硬 事实就事实 说完我还没害羞 某人耳朵似乎先红了 第二天下课的时候 我还是猛逼的 感觉昨天发生的事情 如同做梦一样 室友赵玲领看我失魂的样子 分外得意 拿起iPad 回放周骏修为我的视频 声音调到最大 生怕我听不到 听说江星辰 被那个富二代男友甩了 我说呢 她常年穿九块九包邮的穷酸样子 还真以为人家能看上那张红妹子的脸 就能攀高知啊 赵玲领走近我 越说越起劲 你这样的货色 这辈子就该烂在你里 学习好有用吗 人家不是玩玩就扔了 她一边笑看着我 嘴脸都是畅快的 人家公子哥以前装穷 是为了体验生活 和你玩把情深的戏码 只有你穷是真穷 我抬起头看着她 只觉得悲哀 以前我和赵玲领也是朋友 她家和我家是一个地方 一样情况 都不算特别富裕的 刚来大城市 我们相互照顾 因为同位外地人 我们格外投缘 起初她因为口音 被寝室里其他人孤立 也有人威胁我孤立她 不照做的话也要孤立我 我还记得 当时我没有一点犹豫 就选择了赵玲领 即使被孤立也没关系 我只要我的朋友 在我看来 虚假的拉帮结派 和虚无缥缈的物质 半点比不了我的朋友 可是第二天一切就变了 赵玲领突然不和我玩了 她开始上厕所 不和我一起 去食堂不和我一起 即使我主动等她 上课她也不会和我一起走 而是看着我眼神躲闪 她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就像从未和我做朋友一般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我的朋友 为了融入那些孤立她的人 被刺了我 他们把赵玲领 拉到一个小群里 给她发红包 答应她 只要配合孤立 我就会和她玩 那个时候 我私聊她 以为她被胁迫了表示理解 她只是看着我很无所谓的样子 说我可笑 江星辰 他们有钱可以带我玩 你能给我什么呢 友情在利益面前 什么都不算 我看着赵玲领 曾经的她向上好学 也曾经和我一起六点起床 学到晚上十二点 一起努力拿奖学金 虽然没有大牌加持 可是却简单快乐 现在 她为了能融入那个圈子 信用卡透支 借网贷 只为了花钱买个名牌包 每天紧巴巴的吃泡面 也要买牌子的鞋 或许这就是她想要的 纸醉金迷的生活 旁边几个女生 给她使了个眼色 她议会 朝我露出得意的笑 一副开恩施舍的模样 怎么 对我说中了 不知道回什么了 要不我和我姐妹说说 让他们给你介绍个金主什么的 虽然年纪大点 但是你这张脸 能捞到钱也不挑吧 她的话还没说完 一阵喧闹声就响起 大家都看向窗外格外兴奋 记忆岁 靠好帅呀 我寻声望去 少年穿着黑色机车外套 以着栏杆如丝金艳 眉目慵懒 眼里戴着淡淡的不羁 看着我指的只手机 十分不爽 完了 领证 好像似乎某人说过 今天领证的话 打开手机 黑色动漫头像的 未接消息十几条 领证 领证 还在睡 没醒 不是吧 放小爷鸽子 不会出事了吧 老子还没领证 就成了官夫了 说好的不好惹笑霸呢 为啥是发消息狂魔 赵玲玲看见我和记碎眼神的交流 江星辰 一挺有本事啊 刚被甩了又勾搭了一个 男人是很现实的 要是记碎知道了 你家又土又穷 会不会继续和你发展下去呢 我看着他 仍旧笑着 你大可以告诉他 如同你曾经告诉周俊一样 那时候 我对他无话不说 我家的事情他全都知道 我信任的把心底柔软的角落告诉他 可是我和周俊谈恋爱的时候 是他最先把我家庭的情况 无意的告诉了他 说完他无气嘴 装作一副懊恼后悔的样子 都怪我 不该这样把他想隐瞒的事情告诉你 不然说不定他就可以掉到金龟絮了 事实上 我从未和任何人有意隐瞒 却被他如此颠倒黑白 见我不出来 继续直接走进来 同学们也是抱着吃瓜心态下课也没有离开 哇靠 江星辰不是刚被周俊分手吗 和继续又是咋回事 一个个白菜都被他拱了 真的无语 继续似乎没有听到周围人的窃窃私语 眉目不耐 放我鸽子 还是你不想领证了 我赶忙捂住他的嘴 奈何八卦群众已经敏锐的捕捉到了 领证 是我想的那个领证吗 应该 可能也许不是吧 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丝毫不顾及瓜主本人在场 那啥 我们俩不太熟的 本来就不熟 我也没瞎扯 昨天才刚认识 几岁看着我憋红的脸 仿佛发现新大陆一样 眉眼的脾气都溢出来了 只是听到不熟的时候 抹人眼神好像有点发冷 只是仍旧笑着 姐姐 怎么不熟了 你昨天晚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可是 叫我老公来着 八卦群众更加沸腾了 江星辰怎么做到的 一任比一任帅 老实说 继碎可比周俊帅多了 一个是大帅哥 一个也就清秀罢了 不过周俊有钱啊 但是继碎帅啊 帅得惊为天人那种 虽然不想承认 可是确实如此 继碎真的好看得过分 今天似乎比昨天还帅 倒像是 刻意收拾了一番 不是吧 传说中的校霸 不是个剑表达人吗 好像是生人物尽的那种男生吧 怎么连江星辰这种 低级断位的绿茶都看不出来啊 听着声音 除了赵玲玲还有谁 他一边涂着口红 一边看过来 眼里都是讥讽 继碎看了他一眼 单单笑着过来 轻轻揽着我的肩膀 一副不慎在意的模样 见被继碎忽略赵玲玲 白眼翻上天 江星辰果然一把好手 一个拜金女孩洗得白白的 小爸都被甩得团团转 就在那一瞬间 我感到身边少年几倍僵直 眼里划过力气 他什么人我比你清楚 要你在这嚼舌根搬弄是非 黑衣少年仍旧在笑 扯起唇慵懒至极 退一万步 别说是几个臭钱 江星辰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 我都想办法给 老子就是被江星辰吃得死死的 老子就是愿意 赵玲玲气得脸都红了 我看着他 心里除了愤怒 更多的是悲哀 脑子里总想起曾几何时 他告诉我 他要努力读研究生 要做一个优秀的人的模样 那时候阳光打在他脸上 红扑扑的脸颊 却充满活力 如今物是人非 很多东西早该做的了结 一直在原地 不愿意认清的人是我 只有我罢了 打你电话的就是警察了 几岁在旁边 脸色这才缓和了点 一副臭屁痒 这样才对 别人欺负你就欺负回去 你可是小爷看上的人 硬气点 阳光下少年倚着强的眼骆驼 烟红的唇笑着意气风发 抬眼看来肆意从生 你岁哥不会让人欺负你 然后就在周围人叽叽喳喳的声音中 继岁拉着我走了 最骚的是 这货一边拉我一边还很大声 走了 临政去了 民政局都要下班了 只留下八卦群众 更加张大的嘴巴 这是要闪婚 吃瓜群众表示 小青蛙咕咕咕瓜 一瓜一瓜又一瓜 何记碎稀里糊涂的去领政之时 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魔幻 以前为了方便落户 我把户口牵出来了 所以户口本就在手边 没想到倒是方便我结婚了 简直离大谱 更魔幻的是 刚出校门 就乌泱泱的来了一大拨人 仔细一看 不是记碎的一群小弟是谁 岁哥结婚 我们当然要围观 嫂子我们要见证这一刻 然后我们的二人行就变成十人行 还没进民政局 就碰到记碎下班买菜的老师和师母 他笑眯眯的看着记碎又看着我 在一声声老师好中 迷失自我 问出了最让我担心的问题 你们一群人去哪 我下得赶紧捂住记碎的嘴 这货嘴和顺风快递一样快的不行 下课来民政局结个婚 而且这会语气平静 如同说下课去小卖部买水一样 老师和师母对视了一眼 看过来笑眯眯的说 结婚啊 结婚好啊 结婚就要热闹 没个大人怎么行 我和你师母陪你们 然后我们就从十人行变成了十二行 进了民政局 工作人员哪里见过这架势 那场面可谓是人山人海锣骨喧天 工作人员疑惑的表示 没听说组团结婚打折这事啊 这是 我们在工作人员疑惑的大眼睛 和十几双兴奋的大眼睛下 拿出了户口本 那啥 结个婚 我尴尬一笑 旁边小弟还在拍视频 一个还在直播 碎哥 你和嫂子真上镜啊 太好看了 这两人 嫂子你笑笑 大喜日子 怎么嘴角还抽出啊 我 因为尴尬 社恐人士表示 脚趾头都累了 不仅嘴角抽 脑子也抽 继续看着我 笑得一脸体气 老婆和我结婚 这么开心啊 我尴尬点头 呵呵 为了小钱钱 我忍 小弟欢呼 一副磕到了磕到了的表情 他真的 我哭死 碎哥嫂子好甜 甜得流口水 嫂子笑得好幸福 你们这些真理眼睛说瞎话的 我明明是笑得很勉强好不好 记碎看热闹 不嫌事大 是啊 我老婆都要开心哭了 她真的好爱我 啊呸 不要脸 工作人员看了我俩笑出了声 新婚小夫妻就是秘里调油 呜呜 哪只眼睛看见秘里调油啊 小姐姐表示 不好意思 两只都看到了 出了民政局的门 老师还贴心表示 小夫妻固然甜 还是要注意保护措施啊 师母附和 是的 安全为主 记碎皆化 放心 我会的 小弟笑得怪里怪气 嘿嘿 碎哥万年黄金单身汉 一出手就是盲诈 嘿嘿 不耽误碎哥和嫂子 等人都走了 气氛突然十分尴尬 是不是得亲个嘴 缓解一下尴尬 那啥 要不我们亲个嘴 有点尴尬来着 话还没说完 一向慵懒脾气的少年 突然愣住了 看上去耳朵隐隐 还有点发红 他刚凑过来 我就突然想起来 明天我还有个考试 那啥 还是我们一起学习吧 好的夫妻 应该是互相督促上进的 刚刚听几个小弟说 他们专业明天也要考试 还特别难 我这么建议 他一定会很开心吧 果然 看他 笑得多甜 嘴角都抽出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 春孝一课去看书 可不是值千金吗 越说越觉得有理 况且他们物理 可是我们Q大的top专业 难度可谓是难于上天 记碎这样子 感觉学习应该不怎么用心 那就更应该抱抱佛脚了 说不定佛祖高兴了 还真有用 在24小时图书馆 几个小弟看到记碎的时候 张大了嘴巴 嫂子你可真牛 怎么让穗哥来图书馆的 他可是从来不来图书馆的人 我看着记碎 这孩子果然不爱学习 没事有我呢 学习可是我强项 记碎修长的手 拿起黑色的笔转起来 他趴在桌子上 看着我笑得越发恶灵 眉目张扬 声线低雅 是吗 老婆大人教教我怎么学习 我老脸一红 他这样子实在太好看了 几个小弟欲言 只见记碎比了个虚 湿漉漉的眼睛又看向我 做出柔弱的小可怜模样 姐姐教教我 太犯规了 我投降了 我拿起书本 给他讲了些我的独门学习方法 无论啥学科 只要不是天纵奇才 都是要靠良好的学习方法 这种东西是一通百通的 我和他虽然专业不同 但是这个我还是可以教的 你凑过来点 记碎乖乖过来 就是这些了 这个我只告诉你 他愣了半晌 突然滴滴笑了 笑声不同于以往的慵懒 而是如同水光暗影饭的蜜糖 摇曳的月色撩人 记碎的脸离我很近 近的睫毛都能数得清 又长又腻的睫毛 让人忍不住用手去摸 姐姐真想欺负你 那一瞬间 周围喧闹的背书声 突然小了下去 只能听到记碎的声音 和我的心跳声 因为姐姐这个称呼 真的有点羞耻 自从他看了我户口本上 比他大三个月以后 就开始叫我姐姐 有点顶不住 我趁机转移话题 给他找了物理专业的同学 要了题目 你先做这个 记碎乖乖听话 然后我就见证了他 三分钟搞定了 我加剧难度 他依旧稳定发挥 直到是到我同学 都疑惑的地步 按理来说 除了我们班的大学神 没有人能这么快写完啊 大学神 叫啥 对面缓缓打出来两个字 我猛逼了 记碎说好的 可怜小学渣呢 说好的 学习不好 姐姐求带呢 小弟收到我的眼神 那傻嫂子 穗哥专业第一 出了名的天才 记碎笑着 看我一副狐狸样 胡说 都是我老婆教的好 小弟又说 嫂子 穗哥不仅学习好 还是我们校队篮球主力 每次比赛 好多美女抢着给他送水 记碎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我阴阳怪气地 呜了一声 穗哥真厉害啊 记碎不知道想到啥了 耳朵居然红了 我可比你说的还厉害 虽然听不懂 但是仿佛很厉害的样子 想得贼帅 有钱还那么聪明 人比人气死人 想到刚刚 我还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卖弄自己的学习能力 感情人家真天才 真的好射死 迪士尼我的脚快扣完了 再来一套四合院 不过分吧 考完试当天 我仿佛用尽了今天的好运气 好死不死冤家路窄 碰到了周骏 他似乎和林依然在吵架 看到我两人 剑拔弩张的氛围 一下子有所缓解 刚刚还怒气冲冲的两人 立马变脸一副 岁月静好的模样 两人走到我面前 趾高气扬的 尤其是周骏一副 你这个气服 居然还有脸 出现在我面前的模样 江星辰 你怎么像个外皮狗 一样甩不掉啊 谈恋爱的时候 一天到晚 学习一副 瞧不上我的样子 现在知道我有钱了 就犯贱 想和我重归于好 你也看你配不配 林依然也配合周骏 挽着他的手 还亲了他的脸 我听你那个室友赵玲玲 说你被阿骏甩了以后 不死心 又去纠缠季岁去了 还到处造谣 要和季岁结婚 你要不要脸啊 建议你照照镜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 整容的脸 天天想着勾搭男人 我顺势拿出镜子照了照 巴掌脸冷白皮 好看 林同学提醒的对 确实挺好看的 林依然笑了笑 眼里的不屑一眼表 你自己朝夕相处的室友 都那么讨厌你 说你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你自己用心爱过的男朋友 也嫌弃你 转头就选了我 你怎么不想 想为什么 难道一个两个 都是他们的问题 阳光打在他的脸上 阴影却投射在我身上 似乎受害者 永远都被人审视 再完美的受害者 也能被指摘出罪过 在有些人眼里 被害本身也可以是错 因为他们又蠢又坏 嚣张的语气 慵懒的声陷 少年就那样 从梧桐树下走过来 阳光下季岁 穿着黑色的冲锋衣 肆意鲜活 抬起某眼中 不可一世的模样 很多年后 我也不会忘记 季岁慢悠悠站到我身后 因为他们没眼睛 看不出来 我家姐姐是全天下最好的人 云依然从季岁出现 眼睛就没从他身上下来过 他看着季岁 做出一副伤心的模样 几岁你根本不知道 这人的真面目 他对你是不怀好意 接近你是为了报复 我和周骏 他就是把你当备胎而已 季岁看着我 笑了笑 搂住我腰的手 又紧了紧 老子愿意做他备胎 我老婆开心就好 见我和几岁互动 周骏连铁青 季岁 我劝你还是识趣点 我爸可是首富 你不至于为了这个婊子得罪我吧 话音未落 季岁就发了很 直接冲上去 给了周骏连一拳 一拳不够 再来一拳 老子打的就是你 周骏一边捂着脸 一边往后躲 连林依然都管不上了 你们这些穷鬼 连我家狗都不如 还敢打我 你等着 等我爸搞死你 我们走着瞧 你等着吃牢饭吧 到时候一定要让你跪着给我磕头 季岁扭了扭拳头 不慎在意的模样 眼里尽是嘲弄 老子等着 不知道是谁把我和季岁 周骏和林依然的事情 传到表白墙 还描述的会声会色 大致意思是 我被周骏甩后 故意找曾经拒绝过 笑话表白的季岁 纠缠季 还到处传播 季岁要和我结婚的谣言 想要抹黑季岁 拉他下水 一时间 大家都对我口诛笔伐 都说我是神经病 也有人说我是微爱发疯 已经魔症了 说真的江星辰有点贱 江星辰他是不是没妈 不然为什么没人叫他 什么叫教养 而始作俑者 自然是林依然和赵琳琳 不知道啥时候 赵琳琳搭上林依然 两人都讨厌我 一拍即合合伙整我 怎么样 喜欢我的生日礼物吗 赵琳琳恶毒的笑着 他一条一条的读着评论 你看大家的眼睛多血亮 说你连成绩都可能是假的 他们说你没妈 哈哈哈哈 也是你那个穷鬼妈 也和没有一样 啪的一声 巴掌声 我打的 赵琳琳 忍你很久了 赵琳琳叫嚣着要打我 我也不惯着他 忘记说了 我以前在老家割猪草的时候 那一代的猪都怕我 可见我战斗力爆表 一个坏消息 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我说过 你在造谣我警察会找你喝茶 好消息是你还用免费茶喝 刚刚忍赵琳琳那么久 就是让她自己招出来录音 法律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 人民警察值得信赖 至于舆论 则是记碎在表白墙晒了结婚证 愈演愈烈 不是传言 小爷和江星辰领证了 还是彩礼一千万的那种 对 还是有几十套访 每个月还打一百万的那种 从前并未注意 如今仔细去看 照片里 我们看起来似乎还挺登对 自然八卦群众的热情 再次被点燃 说实话 我羡慕了 我还是母胎单身 人家正都领了 就只有我注意到 彩礼一千万吗 直到当天下午 画风突转 有一批刚注册的账号评论 几岁和江星辰两个细经 自导自演 一千万好大的口气 边也边的像点 不要因为前男友是首富儿子 为了面子就吹牛好吗 是啊 再怎么也改变不了 被人家富二代甩掉的事情 只听说我们学校周郡最有钱 季岁不会搬空家底 就为了面子吧 而林依然也是对有人传闻 他曾经苦追季岁 没有追到的事情 发了朋友圈 季岁除了帅点有啥 拜托谁会喜欢穷鬼 我男朋友可是首富儿子 随便穿个衣服 就是几十万 然后周末 突然学校就安排了一场讲座 据说是舆论中心的首富之子 他爸周一山 分享创业经验 当天全校师生都抢着去听 连对面学校和周围学校 都来了不少人 周郡他爸来找场子了 估计知道周郡被季岁打了 周郡他爸真的霸气户子 这下江星辰和季岁要倒霉了 最离谱的是 貌似周郡很慌 明明被一群人围着工尾 却只是勉强笑着 我爸和我关系有点冷淡 在外面他很严格的 别打扰他了 让他好好分享 林依然更是超级解气的 看向我这边 刚从拘留所出来的赵玲玲挽着他 好像整个人 也一扫前几日的落魄容光 焕发起来 他比着口型 一字一句的说道 我比你强 永远都是 你就该被我踩在脚底一辈子 我只是笑了笑 沉默地刷着手机 和他越争执 他越起劲 会场里人头攒动 周一山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对了 他长得倒是不太像周郡 怎么没眼间 倒是像季岁呀 我家儿子也在这个学校 今天不知道他来听讲座没 台下一堆起哄的 指着周俊 在这 周大少爷在这里 然后我就看到 有生之年 周俊脸色最难看的一次 仿佛所有的伪装 都被撕掉 溃不成军 周一山显然没有注意这边的骚动 季岁要不要上来说几句 说到季岁的时候 不光我 全场都看向这边 季岁他才是周一山的儿子 那周俊是谁 周俊是笑话的儿子吗 我默默地看向那边 那几人表情实在精彩分成 眼里仿佛戴上了毒 似乎是看出我的疑惑 所有人都看向季岁 可是他却看向了我 灯打在他身上 他眼里的光却给了我 我随我妈性 况且我不在意 守抚儿子的头衔 不过也不能让人 假借这身份来伤害你 季岁走上了台 似乎和周一山很疏远 周一山是周一山 季岁是季岁 比起成为周一山的儿子 我更愿意做季岁而已 演讲以后的第三天 在大家的八卦中 我才搞清楚了 周俊有多会装 一开始有人因为身高体型 还有性猜测 他是首富儿子的时候 他就顺势而为 甚至发帖子 引导大家这样猜测 还开始贷款花钱 买各种假名牌来穿 就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后来开始利用这个身份 享受别人的追捧 花钱大手大脚到处请客 最后爆出来 欠了很多网贷 周围人都躲他远远的 林依然知道真相 当天就和周俊提了分手 反手发了一个 骂周俊的朋友圈 说周俊小气谈恋爱的时候 连个包都不愿意买 唯一买的几个衣服 还是假的 一团乱麻 而直觉告诉我 赵玲玲他们肯定 不会善罢甘休 还要搞事情 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爸妈突然都知道 我闪婚的事 开始给我打电话 轰炸旁敲侧击 更严重的是 我弟发微信过来 说我爸割出草的时候 接到一个电话器的摔了一脚 我连夜买票回家 又从县城转车 坐了几个小时的大巴 才赶了回家 回家时 小老头坐在床上 气得吹胡子 要不是腿受伤 能跳起来打我 我听你室友说 你和一个老男人闪婚了 就为了对方的彩礼钱 室友 看来是赵玲玲无疑了 只有他 留我爸妈的电话 只有他知道 我的软肋是什么 我妈瞪了他一眼 欲言又止 想了想措辞继续说 星辰啊 你别怪爸妈多嘴 我们家虽然不算 什么有钱人家 但是每年供你和弟弟读书 也是可以的 大不了我们多省省钱 你也不能为了一点彩礼 就和一个老男人结婚啊 一点彩礼 那可是一千万 老男人 那可是我们学校 有名的大帅比啊 季岁听到了 估计得气死 看来赵玲玲胡扯的本事 日益精进了 不过恶人又恶报 他一天天地 就想着歪门邪道 学分休不满 又因为考试作弊 被辞退了 爸妈不是这样 结婚 这是我本来想 好好和他们说的 一直没机会 我爸显然不给我这个机会 你爸我是老了 不是死了 还没有到卖女儿的地步 我和你妈把你养出来 只是想让你踩着我们的肩膀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去看看我们没有看过的风景 我妈用围裙抹干眼泪 晨晨 爸妈不应该在你姐弟俩面前 说家里这几年收成不好 让你小小年纪那么大压力 你只管读书 别想太多 这个婚你还是考虑清楚 可别因为点钱 毁了你一辈子 我又想哭又想笑 我要求十分钟时间 让我解释 然后巴拉巴拉 把我和季岁的事情 解释清楚了 要说闪婚这事 一半原因是他长得帅 另一半原因 是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我怎么都不亏好吧 当然我不会和爸妈说 有一小小的原因 是听某小弟说 祭岁有八块腹肌来着 嗨嗨 这种羞耻的理由 难登大雅之堂就不提了 显然我爸妈 还没从天文数字里缓过来 老婆 一千万得卖多少头猪 才能卖到 老江 一千万能买多少头猪 得了 这两人和猪过不去了 可是真的好幸福啊 我开着不算好看的房子 朴素却干净 墙上三面都干干净净净 只有一面上贴满了我的奖状 从一年级开始 每一年他们都会小心翼翼的 把我的奖状贴墙上 家里有客人来时 都会一脸自豪的告诉别人 看 我家闺女多优秀 奖状上的胶带 他们补了一遍又一遍 生怕掉下来一张 曾经我18岁的青春有过羞耻 羞耻于我爸爸只是一个庄稼人 羞耻于我不够精美的文具盒 羞耻于我开裂的鞋面 可是我却忘记了 文具盒是爸爸跑遍小县城的文具店 精心挑选的 那双鞋是他们卖了猪 第一时间就去买的 另一瞬间 青春里曾经因为家庭原因 有过的窘迫都释然 他们是普通平凡不过的庄稼人 可是他们却是最爱我的爸妈 临近元旦 爸爸腿脚不变 弟弟又还小 我主动紧站到山上割猪草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磁场 和猪草有点犯冲 还是我家猪无福销售 我割的猪草 猪草割了一半就下起了雨家雪 才下午四点多天 就黑哑哑的 雨越下越大 半点没有停的意思 手机没信号 风吹得我脸疼 身上全湿透了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这时候回家 就更应该捏手捏脚小心围上 不然很容易打滑摔跤 然后下一秒我就摔了 乌漏偏逢连夜雨 江星辰乌鸦嘴呸呸呸 腿好疼 身上巨冷 一开始还有闲心 跟自己开玩笑 逗自己开心 后面天越来越黑 身上越来越冷 我就笑不出来了 眼泪全都蓄在眼眶里 不敢掉下来 脑子越来越晕 我突然在想 季岁说好的元旦 要陪我放烟花也要食眼了 要是我死了 他好可怜 刚结婚就死老婆了 他会不会伤心骂我呀 季岁 我喃喃自语 我来了 好像有脚步声 好像有人在背我 好熟悉的声音 季岁 我在别怕 我脑子晕晕的 突然有点想哭 眼泪刷刷的往下流 季岁 我腿疼 季岁 好冷 季岁 抱抱我 雨还在下 我却莫名心安 季岁来了 他好像从北京过来 来小野山找我了 他从雨里把我背起来 背了我一路 他一直叫我的名字 还说别怕他来了 再次醒来 是元旦的中午 被季岁吵醒的 他正给嗷嗷的猪喂猪草 一旁我妈一边包饺子 一边给他喂猪技巧 季岁上手倒是很快 我们家女婿真聪明 女婿 罗女士这么快就叛变了 我身表痛心 看到我醒来 季岁眯着眼睛 笑着和我挥手 阳光下颇有一副美少年的模样 背着我妈时 又冲我露出恶劣的笑 你怎么来了 他怎么来我家了 还正好在山上把我背回来了 你说元旦要陪你放烟花 无论你在哪 小爷都要给你绊倒 少年穿着黑色夹克 云旦风轻 叫人分不清真假 只是那一瞬间 风吹起他额前的碎发 此刻明明是冬天 他的眼睛里冰雪融化 春花开变 跨年倒计时前 我们吃着饺子 放着烟花 每天烟花很好看 季岁抱着我 声音轻轻的 姐姐 叫一句老公给我听好不好 姐姐 轻轻我好不好 她突然难得的认真 看着我仿佛倾注了一生的勇气 姐姐 以后每年烟花都要陪我看好不好 我沉默半赏 看在她难得这么撒娇的份上 勉强就同意了吧 对了 每个月一百万零花钱别忘了 孙命 老婆大任 季岁翻外 季岁其实原来不叫季岁 她那时候还跟周一山姓 周一山是那个年代 村里有名的大学生 一考就是状元上了Q大 季岁十岁以前 是周一山创业最艰难的日子 经常忙得昼夜颠倒 喝酒喝到胃吐血 还要经常防着竞争对手 对她家人搞点小动作 说是狼狈落魄也不为过 她八岁那年 被父亲送到老家 一丢就是两年 她永远不会忘记 刚来奶奶家村里的小朋友 看她好奇又不友善的眼神 那些小男孩 总是朝她扔一巴 说她长得很娘像的女孩子 不停地打她的头 还会用小狮子砸她 她从小早熟 最会判断局势 她知道自己奶奶年纪大了 在这个叫天天不英 叫地地不灵的山村里 人善言威 与其给她添麻烦 不如自己忍着点 她看着天边的火烧云 一边把眼泪吞到肚子里 真没出息 还哭 那火烧云真讨厌 仿佛把她的窘迫一览无鱼 直到那天 球火节和隔壁村 一起举办的篝火仪式 那些皮孩子用带火的火把逗她 她发怒 她大叫 就是不哭 那些人笑得更猖狂了 听说你爸是大学生 怎么你还在我们这个穷勾勾 你奶奶腿不好 帮不了你出头 周围的奚落声 火烧的呲呲声 直到一个小女孩子的声音 都给我滚 欺负人算什么本事 她抬头看去 一个小女孩 拿着割猪草的刀在空中比划 一副羞神恶煞的样子 活脱脱一个女汉子 周围小孩都跑掉了 只有她留了下来 你这小孩眼神 长得真好看 你们村的这些皮孩子 就欺软怕硬 以多欺少 以后你和我玩 我带你割猪草 这片山头是我家的 你不用怕 她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 唧唧喳喳的 见几岁一直在地上没有起来 小女孩走了过来 起来吧 我牵你 以后这片我罩着你 那时候天边是火烧云 身后是不远处的求火节 牵到她手的一瞬间 小小的季岁才看清她的脸 她大大的眼睛像星星一样 季岁突然觉得脸发热 后来她才知道 她叫江星辰 这个名字真好 配她 后来的一年多计岁 就默默地跟着她 她割猪草也可爱 看漫画书也可爱 和她一起上下学 有一天她放学哭 因为一个同学捉 弄她 说她以后嫁不出去 要嫁也肯定是个穷光蛋 小姑娘嘟着嘴气鼓鼓的 一向不爱说话的几岁 破天荒地憋了半天 想一句安慰人的话 你给我当新娘 我给你好多钱好多钱花 她虽然也不太清楚 结婚是啥 但是江星辰喜欢 那她似乎愿意去做 听爸爸说一千万挺多的 那就一千万 还要给她很多零花钱 买好多大房子 小姑娘唾涕为笑 说计岁是小傻子 后来计岁的奶奶死了 死得当天计岁的爸爸还在工作 连老人最后一眼都没看 计岁想的男人可真心狠啊 只有她来到村口 从小野山上 采了一大把白色的橱菊花 走的时候 还给她吃了块巧克力 她知道那块巧克力 她爸爸带回来的 她只剩最后一颗了 一直捂着舍不得吃 计岁拆开糖的包装 里面的巧克力都快融化了 她却一口吃下了 甜滋滋的 唾润声吹了三天 三天后 周一山才赶回来 又匆匆带着计岁离开 她发了疯 要去找小姑娘告别 可是周一山哪会给她机会 生意上还有几千万的单子要谈 计岁的话也重要 但是哪里有钱重要 后来她改了姓 成了计岁 周家的事业蒸蒸日上 逐渐成为首富 她也上了京城最好的中学 一堆人巴结她 前呼后拥的 她也恨她爸爸 就一直浑浑噩噩的 玩游戏打球逃课打架 可是高音那年 她无意中翻到小姑娘给她的书里 写着一句话 看看天空 看看星星 人总要有梦想吧 不能做一个不想飞的闲鱼 她看着看着笑了 后来她开始老实学习 和她爸爸要求的不一样 她不想学金融 成为她爸爸的影子 她想学物理 探索宇宙星辰 像那个小姑娘 在漫画书上一笔一画教她的一样 要抬头看看星星 她看星星 也想那颗星辰 三十岁那年计岁 成为最年轻的物理教授 她所带领的团队 致力于攻坚宇宙奥秘 在一场颁奖典礼上 有人提到她大学时 在父亲周一山的演讲上 提到了那句话 比起周一山的儿子 我更想成为计岁自己 台上的男人越发惊艳夺目 气质浊然 她想起八岁的时候 小姑娘霸道地牵起她的手 后来她把她从小野山上背回来 一晃过了好多年 这么多年 她有了新的答案 比起做计岁本身 她更想做江星辰的计岁 别管什么卑微不卑微 她认栽了 谁让她就是喜欢她呢 被她吃得死死的 要星星也得给她摘下来呀 晚安